汉朝第一美女赵飞燕,宠冠后宫一枝独秀,为什么最后不如妹妹,更吸引皇帝? 这里是瑞丽史,订阅我,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 公元前七年四月十七日清晨,汉成帝刘傲起床穿衣,准备开始处理事务,可是他刚刚把裤子穿好,还没来得及穿衣服,突然他就身体僵直,口不能言,扑倒在了床上动弹不得。 昨夜一直侍奉汉成帝的妃子赵昭仪,赶紧把汉成帝搂在怀里,以免呼喊救人,结果最终汉成帝还是一命呜呼,死在了赵昭仪的怀里。 赵昭仪正是汉成帝的第二任皇后赵飞燕的亲妹妹赵和德,曾经赵飞燕独宠于汉成帝,但是她为了在后宫中巩固自己的地位,选择让妹妹赵和德也进宫侍奉汉成帝。 姐妹二人共事一夫,最后赵和德反而获得汉成帝独宠,甚至汉成帝都死在了赵和德的怀里。 赵飞燕出身于西汉都城长安的一户贫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父母还重男轻女,因此赵飞燕出生时父母就不想养她,把她遗弃在了外面。 过了三天,赵飞燕的父亲赵灵看她没有被饿死,反而被饿得直哭,赵灵和妻子就这样才又把她抱养回来。 赵飞燕长大之后,就被家里送到汉成帝的妹妹杨娥公主府中学习歌舞,赵飞燕很有艺术天赋,她学习歌舞时聚精会神,甚至可以不吃不喝,赵飞燕舞姿非常曼妙,她的名字飞燕就是因她的舞姿如鹰飞燕舞而得名。 公元前十八年,汉成帝微服外出游玩,正好到了杨娥公主府中做客,杨娥公主就把府中的歌姬都叫出来,取悦汉成帝,其中就有赵飞燕,赵飞燕曼妙的舞姿勾魂的眼神,动人的歌喉,一下就迷住了汉成帝。 十区的杨娥公主就赶紧把赵飞燕献给了汉成帝,赵飞燕被汉成帝带入宫中,封为节鱼,夜夜宠幸。 历史上的汉成帝男女同吃,当她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她就会长时间独宠那个人,曾经汉成帝喜欢表弟张放,她就独宠张放,整日与张放同吃同住,两人还经常一起微服外出,寻欢作乐。 汉成帝和妻子许皇后结婚初期,汉成帝极为独宠许皇后,从来不去别的妃子那住宿,班杰鱼才貌出众,因此汉成帝就舍得许皇后,开始独宠班杰鱼,汉成帝对他们的喜爱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直到赵飞燕和他的妹妹赵和德出现,此后汉成帝的心就一直在他们姐妹俩身上。 赵飞燕入宫之后,张放,许皇后,班杰鱼就全都靠边站了,汉成帝是夜夜都与赵飞燕同传共浅,许皇后极度不已,一直伺机想除掉赵飞燕。 赵飞燕虽然获得了汉成帝的独宠,但是她在后宫中的局势也十分险峻,因此赵飞燕就想到把妹妹赵和德整到宫廷里来。 她深知妹妹赵和德更加妩媚,入宫之后肯定能获得汉成帝宠爱,这样姐妹二人就可以联手对抗其他女人了。 很快,许皇后的姐姐师无骨之术,诅咒受宠的妃嫔事发,于是赵飞燕和赵和德姐妹就趁机告发许皇后和班杰鱼施骨术诅咒自己。 就这样,汉成帝大怒,派人审讯许皇后和班杰鱼,许皇后和姐姐确实是施行过骨术诅咒妃嫔,因此无可辩驳。 最终许皇后被废掉了皇后之位,而班杰鱼她生畏俱下的辩解,汉成帝听后非常感动,相信了她,因而没有再追究她。 这件事之后,班杰鱼心灰意冷,主动向汉成帝要求去长信宫侍奉皇太后王正军,避免赵飞燕姐妹继续对她的陷害。 得以保全自身,汉成帝的后宫之中在无人能撼动赵飞燕的地位,因此汉成帝就想册封赵飞燕为皇后。 赵飞燕被汉成帝册封为皇后,妹妹赵和德被册封仅次于皇后的昭仪,汉成帝为此大赦天下。 汉成帝甚至为了赵飞燕还害死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 据野史传闻,赵飞燕和赵和德为了保持苗条身材和美貌容颜,二人常年在肚脐内赛乳油摄乡、高黎身、鹿绒等名贵药物制成的吸鸡丸,这个药效果很好,但是副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药中的一些毒素会滞留在任多二脉之中。 久而久之,会让女人终身不孕,因此赵氏姐妹一直不能给汉成帝生育子女。 赵氏姐妹生不出孩子,还不想让其他妃嫔生育子女,怕她们夺走汉成帝的宠爱,但是汉成帝偶尔也会宠幸一下其他女人。 后来许皇后的侄女徐美人和一名曹姓宫女都怀了汉成帝的龙肿,先后生下儿子,因此赵飞燕十分生气和嫉妒。 赵飞燕先是派人暗害了曹姓宫女所生的儿子,后来又联合妹妹赵和德一起对汉成帝耍脾气,汉成帝十分宠爱她们,不想让她们生气。 于是,为了哄好赵飞燕,汉成帝居然当着赵飞燕的面,亲手将徐美人生育的儿子饿死。 随着赵和德入宫日久,很快这份专属于赵飞燕的宠爱就逐渐转移到了赵和德身上,汉成帝有多么喜爱赵和德呢? 他后来为了赵和德修建了一座宫殿,名为昭阳殿。昭阳殿应用了各种珠红色、黄金色和黄铜制品,连墙壁上都镶嵌了蓝田玉壁,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么奢侈的宫殿。 要知道在汉朝时,珠红色尤其极为珍贵,还有黄铜制品更是珍贵的堪比黄金。 可见汉成帝给赵和德修建的这座宫殿多么奢侈,只有宠爱才会如此。 汉成帝把赵和德安置在昭阳殿之后,此后每晚都要去昭阳殿宠幸赵和德。 后来有一次,汉成帝与赵和德一眼恩爱之后,汉成帝把赵和德的身体比喻为温柔香。 可见汉成帝对赵和德有多么宠爱,其实赵和德能获得汉成帝的毒宠肯定是有原因的,那就在于他和赵飞燕的对比。 赵飞燕最初入宫的时候还是绵绵舔舔,羞羞答答,他这种感觉让汉成帝眼前一亮颇为新鲜,所以他很快就能获得汉成帝的宠爱。 但是当赵飞燕成为皇后之后,随着他的皇后之位日益稳固,汉成帝对他越发宠爱,他脾气不好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连赵和德都说过姐姐脾气刚烈之话。 赵飞燕经常仗着汉成帝对他的宠爱,肆意发脾气,汉成帝是红也不是,不红也不是,十分拿他没辙,而赵和德却和赵飞燕完全不同,他的性格十分温柔,并且媚态十足,他的容貌本就比赵飞燕毫不逊色,加上性情温柔,还扑具媚态,与脾气火爆刚烈的姐姐赵飞燕形成鲜明对比。 姐妹二人就好比一个寒冰一个烈火,那汉成帝自然会选择被烈火融化。 再有就是,赵和德很懂得情绪,赵和德曾经特意不许汉成帝与自己公寓,或者是看自己洗澡,为此他把汉成帝撩拨得心仰难耐,后来汉成帝甚至不惜花重金,贿赂服侍赵和德的宫女,就为了满足那种偷窥欲望。 赵和德还十分会挑逗,激发汉成帝的性质,汉成帝由于常年纵情于酒色之中,他的身体早就被掏空了,到后来他的身体经常在床子之间时出现一些问题,身体机能无法正常有反应,继续行夫妻恩爱之事。 这时候,赵和德就会利用自己的身体去各种挑逗,激发汉成帝的性质,使得汉成帝只有在跟他恩爱的时候,才能召唤出身体机能的反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汉成帝怎能不更加喜爱和依赖赵和德。 不过赵和德却很明白姐妹齐心齐力断金的道理,她在得宠之后,没有为了独占汉成帝的宠爱而和姐姐赵飞燕反目成仇,凭借后期汉成帝对她的宠爱,她取代赵飞燕成为皇后轻而易举,但是她却没有这么做。 她始终和姐姐赵飞燕一致对外,还经常在汉成帝面前替赵飞燕说好话,这使得姐妹二人可以在汉成帝的后宫中呼风唤雨。 即便是汉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正军都对姐妹二人,也只能是忍让三分,无可奈何。 万千宠幸急于一身的赵和德,万万不会想到,汉成帝会突然毫无征兆地暴毙了,而且还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功亏一篑,她比谁都更清楚,汉成帝一死,自己也离死不远了。 彼时的赵飞燕虽然是皇后,可在这种大事面前,她根本插不上话,就这样,赵和德在宫中香消玉云,跟着汉成帝一起去了,赵飞燕曾经在五子寺的成帝面前,跨赞刘新的才能。 并提议策立刘新为太子,所以,刘新在争处的路上,才能十分顺利,所以,并不得宠的赵飞燕,得到新皇帝刘新的庇护,在新帝登基后,她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不过这种安逸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破了。 毕竟,成帝在位期间荒于酒色,导致外戚善政,大政几乎全部为太后一族王室掌握,为王莽篡汉埋下了祸根。 汉埃帝流心驾崩,朝中的权臣王莽把持大权,为了打击异类,削弱赵家的力量,王莽逼着王政军,先把赵飞燕贬为庶人,后来又打发她到了皇陵,去为汉成帝首领。 赵飞燕忍受不了这种羞辱,也选择了自尽,至此,赵家两姐妹的人生就此画下了句号,赵飞燕和赵和德也成了红颜祸水的代名词。 凭借美貌得宠的女子,如果没有聪明的头脑,没有更长远的计划,没有更高的眼界,没有自己的阵营,只想在皇上的庇护下活一辈子,那皇上死后,他们大几率都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就像这对姐妹花一样,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却一点周旋的办法都没有,只能选择自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